字幕提供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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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三尾呆犬汪汪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那今天在製作教學前呢 我要先告訴大家一些事情 就是我們之前的團體 Crystal City已經散團了 所以為了忙一些事情 我這一次比較晚出影片 然後 第二件事情就是 大家有沒有看到我的介面 我買正版了耶 我超開心的 我的荷包花了好多錢 花了我900多塊 我就是買正版了 所以之前有問我說 為什麼不用正版的朋友們 我現在已經用正版了 那就 今天我們就是要開始一個新的篇章 就是所謂的TNT砲台 那我要先從最基礎開始 交當新手比較懂 所以先交不懂囉 老手們就不好意思囉 那我們開始吧 那各式TNT砲台介紹 GO OK 又是一個新的時間 那 在交TNT砲台前呢 我們先交有關於水的原理 首先呢 我們引爆一個TNT 然後呢 然後呢 它所有的東西就通通不見了 嗯 包括這個圖 然後呢 接下來呢 假如 有放水在下面 然後再引爆TNT的話 然後再引爆 然後就會發現 它周圍的東西都沒有爆炸 因為呢 水已經把TNT的破壞力給容納住 所以就會導致 它的那個爆炸力變成賣蟲蟻 但是靠近它的 東西還是會被衝出去 就是這樣而已 那我們今天要交的 就是 最基礎的古董炮 就是長筒炮跟短筒炮 那我們先拿我們需要的材料 我們需要的材料 有 畫木木材 還要 欸 石板磚 接下來我們還需要 紅石 紅石容積器 TNT 跟最重要的水桶 可以放水流 好 那我們就先交短筒炮吧 呃 我這邊設了一個高架 因為 呃 欸 怎麼說呢 我 算了也不用特別解釋啊 反正就是把它設比較高一點 但看起來比較像炮台 好 那我們先蓋一個 三層 三層 三層五的地板 好 那我們蓋上兩層高的圍牆 然後呢 這個圍牆呢 要留一個 口可以讓TNT射出去 好 那我們再蓋一層 好 在這邊放上一個 口 對口的地方 放上一個石板磚 然後放上水 然後這個石板磚呢 它的功能 一方面是擋住水流 一方面是 把放在這邊的TNT炮 的那個發射台的作用吧 那 我們 先放上紅石 嗯 OK 然後 這邊 放上紅石 中繼器 然後這邊可以不用放 我放錯了 OK 然後呢先講解一下 我們上一集不是有講解 是上上一集有講解一個叫方塊充能的東西嗎 就是 其中有一個原理就是 只要紅石通電的話 下面的方塊也會跟著充能 所以呢 放在這邊 TNT也會充能 所以也會爆 也會一爆 然後呢 這邊放在這邊一個方塊充能呢 我們是用 紅石中繼器的0.4秒 加0.4秒 加0.4秒 所以是 這一個TNT 它會晚1.2秒爆炸 然後呢 在它晚爆炸的這一瞬間呢 這些三個TNT會事先爆炸 所以這個TNT比較晚爆炸就會被轟出去 然後就 嗯 在遠方爆炸 那我們放上 呃 按鈕 忘記拿了 好 拿一下按鈕 按鈕 OK 裝上按鈕 準備發射 然後 它就比較晚 就會在遠方爆炸 OK 那這個就是 短筒炮 那我們接下來做長筒炮 長筒炮的原理 跟短筒炮一樣 其實它們沒什麼差別 只不過長筒炮比較長 然後呢 短筒炮比較短 就是這樣 只不過 長筒炮可以射得比較遠就是了 那我們看一下 長筒炮呢 當然就是比短筒炮還要長啦 那我就在這邊多射一點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五個 OK 好 那我們就再做一次 短筒炮的樣子 那這邊 快轉 跳過 十四個 十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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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筒炮 三個 四個 五個 六個 七個 八個 八個TNT脈衝 所以它會比短桶炮射的比較長一點 那我們來試一下吧 就是很明顯的比較遠 只不過這次長桶炮沒有射到地上 所以就看看遠方是射到什麼東西 就是目前前方沒有東西 所以就是炸工器而已 那好了 這就是短桶炮跟長桶炮的教學 我們這次教學就結束囉 如果喜歡汪汪的影片的話 請在影片下方幫助一下喜歡以及訂閱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集再見囉